按照我们的计划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登录验证的中间键给处理出来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任务 中间键嘛 对我们就开始这些写吧 然后这个里面 valedator里面我们当时放的是这个验证这些schema格式的一个中间键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肯定不能往这里面写 这两个功能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再新建一个 在中间键的文件夹里面新建一个 叫做loginchex.js description 登录验证的中间键 also 之所以叫loginchex就是因为我们这要写两个中间键 为什么是两个中间键呢 因为我们的路由有两种 第一种是API第二种是view 所以说对于API来讲呢 我们的中间键处理逻辑和对于view来讲 就是对于页面来讲的中间键处理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要写两个 我们先写完 写完之后我们再看怎么用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解释 我们要写两个一步函数 中间键它是个一步函数 async 第一个叫logincheck 这边就是ctxnext 所有的中间键都是这么写的 然后第二个我们叫什么 叫loginredirect 所以redirect就是翘转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中间键我们是用于什么 我们是用像登录啊注册啊 这种API的一个登录的校验 这个呢我们是用于页面的登录的校验 像这个呢 如果是API登录的校验失败了 我们要返回一个错误信息就可以了 如果是页面登录的校验失败了 我们不能返回错误信息 如果返回错误信息 那页面上显示一个jcnext 那也不行对吧 如果是页面登录业能失败了 我们肯定得跳远到登录页 让它登录去 所以说这两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好那我们先继续写完哈 猫刀 xpulse 我们先把这个输出出去吧 等会儿别忘了哈 这个 注释呢我们这儿 还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写 object 我们就这么写吧 ctx 然后这个names next应该是个函数 那我们就直接写next就行了 反正ctxnext都是Core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参数 也不用做解释了 这是api登录验证 然后把这个写了 这个呢是页面登录验证 好我们先写这个api的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需要判断一个叫什么 叫ctx.session.user.info就行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session里面 这个user.info是有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已经 我们的打开我们的control看一下 说明你已经走完了登录的验证 我们上一节刚做的了 然后把这个值给它复制过去了 如果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这个地方做两层标言 有session并且有session.info 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一些 就更健壮一些 这样的话就判断什么 是已登录 已登录好简单 已登录你就不用管了 就直接交给下面去做就行了 就是avitnext就完了 然后return就完了 这个任务就你已经执行完了 然后如果是未登录呢 就是没有session 或者说没有session.user.info 那就说明是没有登录的 没有登录呢 没有user.info 未登录 我们就直接干嘛呢 就直接ctx.body 去返回一个error model就可以了 大家就看又有error model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从我们 刚才那个schema交易 登录按键里面去考过来吧 我们就不太熟悉了 OK 然后登录失败 就直接去返回一个error model error model里面 我们肯定有返回一个信息 对吧 这要是个jtnschema 这个信息肯定不对 那我们就再找找 找到有没有定义 model里面 error model logincheckfile 您上位登录 我们就用这个 100.5就用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它返回 这就是一个 API据登录句 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判断session有没有 session的有点印象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登录失败 就返回一个error model就可以了 因为API 我们返回error model就可以了 好 那 页面的登录逻辑就不一样 那当然这部分是一样的 就是已登录 可以直接考过来 就是已登录的逻辑是一样的 已登录之后 就直接交给next来处理 就是你该选按什么页链 选按什么页链 我这就不管了 反正就是登录 我已经成功了 那如果是未登录 那我们就 把当前的URL获取到 我们先写完 ctx的URL 就当前的URL 然后 ctx-readyrept readyrep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跳转 相当于是跳页 由这个页跳到下个页 跟你点一个链接跳页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自动帮你做了 readyrept 然后我们跳到什么 跳到login这个路由 login是什么 login就是登录 对吧 就跳到这个 现在我们应该是没法登录了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隐身模式 隐身模式是没有cookie的 然后我们反复登录 没有启动服务 好 就跳到这个一边来 对吧 就是登录 那 那 在这边 一边来之后 我们一起把这个传过来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URL 等于什么传过来 等于什么呢 我们得把这个东西 做一个编码 因为节约传过去 会有乱码 会有特殊字符 然后给它一个编码 然后把这个给它传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currentURL 我们比如说 我们访问的是一个什么 叫setting 你要访问一个用户设置 但是呢 你没有登录 所以说它给你踢除了 踢到这个login这个路由上去了 然后URL给它加上这个东西 所以说真正访问的这个login 就突然的这个地址呢 是这个 比如说是 问号URL 等于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 你想访问的是 是用户设置的这个路由 但是你没有登录 给你踢到这个路由了 这个路由 你如果登录之后 它会产生什么样子呢 登录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写的 我们今天讲过 我再讲一遍 登录之后 它会获取到你这个URL的参数 然后 把你跳过去 这是我们前面要做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你之前 你是 想要访问用户设置 但是呢 你没有登录 它给你踢出来 踢到这个登录连来 它把你要访问的这个路由 给你带上 所以说你再次登录之后 比如章三我们登录 登录之后 它就会到这个setting这个里面了 好 大家看 是setting了对吧 到这个setting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 是到这个路由来 这儿来了 但是呢 这个路由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 它就返回404了 但没有定义 没有关系 没有定义 至少它已经撬回来了 我们接下来 该定义上就行了 定义上之后 它就能正常访问了 所以说 这个逻辑是一个 很展示 这个用户体验的一个逻辑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 OK 那中间线写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用 然后 我们可以先把 login in reddraft的这个逻辑用出来 比如说我们用了什么呢 我们用了这个首页吧 在这里 就是这个首页 好 首页我们 把这个login in reddraft 给它引用过来 然后require waiting wheels ponging tracks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写了就行了 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登录完之后 访问首页没有关系 现在已经登录了嘛 然后我们再去开一个 新的窗口吧 直接去访问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大家看 直接踢出来了 然后URL等于个什么 等于这个是一个编码了的斜线 比如说他把这个首页的地址给你编码了 实际上登录完之后就返回到首页 所以说被踢出来的这个逻辑 就是我们这个中间键给实现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就这个Json是一个返回什么 返回了Json接口的这么一个API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login check 这个给它放在这来测试一下 login check OK 然后把它放在这来 中间键嘛 直接放在这来就行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登录完之后 我们去返回Json 大家看 没问题对吧 直接返回Json 返回的是正确的 然后如果没登录 没登录我们直接去返回Json 好 大家看 1005您尚未登录 这个信息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我给你念一下 就是您尚未登录 就是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IronModel这个 这个信息给它直接返回了 好 我们先关掉这个地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登录中间键的一个抽离 因为我们实现完登录之后 我们就立马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做其他的东西 就可以直接用上了 好 我们关掉 关掉 把服务停到之后 我们看一下代码改动 OK 改了代码其实就是 改了这个index这个路由代码 这是我们测试用的代码 然后我们的中间键是我们新增的这个文件 这呢 我们就add 提交一下 叫抽离登录 念证的中间键 好 抽离 pose一下 pose master了 不好意思 应该pose这个 trust login 这个 好 pose完了 pose完之后我们再回到pc中 按照我们的过程的开发登录接口 以及处理login check中间键 这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图中 其实也不用多讲了 就是我们这儿把一个交验给加上了 交验现在已经有了登录交验 也有了这个用户信息的这个格式的交验 然后接下来这个view 反回模板 然后api 反回api 然后这是路由的一层 然后controller的一层 用逻辑处理 反回格式的规定 这个也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开始没有讲 然后service里面什么东西 然后db里面什么东西 这样我们已经熟悉了 所以说到这儿来讲呢 虽然我们已经只是开发了这个登录和注册的这些功能 但是基本的这个架构图的这个逻辑 大概已经熟悉了大部分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照这个图继续往下讲 既然已经清楚了分层 清楚了这个逻辑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微博的工作 那肯定就是更简单一些了